爹,在你爸给你扎一针 这个猪啊,由于那个油头猪,那个刀口估计有点严正 需要帮他打一下针 怎么都静悄悄的 我忘了拿体温剂过来 我感觉这头猪知道你要扎它 好像没有什么热了,昨天有点热 发烧 所以养猪啊,这个为啥呢 老妈说一个人怕吃不香 这个活,对吧 你来干嘛 只等我干,他是干不了的 你在干嘛 但是还好,昨天给他打了一针,他烧就退了 今天就好多了 再打一针那个创伤的一个针迹 猪猪 猪猪 这对五公 Annyin 文字 Star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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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猪打的比我叫的还要大 应该没啥问题 这座猪的话 就是上次刀口 刚好在运输当中 颠簸了一下 出现一点应急反应 昨天打人 接打人 今天的话看的状况多了 昨天那个有点那样 今天就少多了 现在就没啥 这个鱼心草 没事的时候就搞点野菜 给它吃鱼心草 消炎多好 走 现在看见看见鹅 我老妈说 我那儿有个被它养死的鱼只 看看鹅 怎么还这么大 这么难长的吗 怎么成这样了 大高 你看你有个问题 买药买晚了一步 前两天有视频 一直没有去买药给了吃 像这个小鹅 小鸭 那一来就得搞点药 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 又要搞点药 这样的那个 鸟的成活率就会高一点 把这个药就放到水里面 这个拌刺料的话不好拌 那个鹅吃刺料是不多 三天的药 有一股糖味 好香 真的是有一股糖味 真的有一股糖味 没片 走开 你要不要吃 我不吃 现在我老妈他们养殖的观念跟我不同 他们以前就是说自己靠自己养 不会吃药 除非到那种快死了的 他就会吃药 我们是现在的观念是什么呢 提前预防 才能有效果 下面有个蛋 可以拿出来 下面有个蛋 你不敢 就会有时候喝点水 那就会得 meio牛肉 快点水 好像是死了四只 这个药搞晚了一点 还得吃哈 把这个水吃个头干 这个药延续吃三天 就这样子 再去喂鸭子 来 快点 去扛芋面 喂鸭子 看不清就拿一点 昨天晚上烧到四只做 一个人生病 传家跟着失眠 然后今天没读书 那个严正 上次估计吃那个小龙虾吃多了 红龙发音 叫你蚊子叔叔 那个什么爆笑 他请你吃小龙虾吃的 叫那个从今请过你吃东西 医药费都不够 吃个龙虾 行不行 不知道 你现在直接隔空喊嘛 温度说说 你从今请过吃一顿 你这吃一只小龙虾把我吃病了 你这鸭子怎么搞 鸭子嘛 就这样子还怎么搞 有啥要搞的 他走掉了 现在走在不让他 这刚刚来吃十的 他数一下 大概数一下就一百来只 那也得了 跑这么多鸭子呢 不知道那个 那里面有没有藏鸭子 先去看一下再说 把这鸭子全都赶到大水面去 看一下能不能数的心 把鸭子赶一下 基本上出来了 这个大概的数一下 我估计最多就两百只 就两百只 跑这么多吗 这个猪啊鹅啊鸭啊 就是这回事 这个养猪 养鸭 养鹅 它确实需要点技术 这个要提前去预防 养殖就是这样子 你不就提前做预防 等它真的有病来了 就没办法 看这个鸭子呢 看这个尾巴 尾巴都是翘上 不是在弹在水面呢 这鸭子基本上没有病 但是差不多 就要预防一下 天气热了 它会中暑啊 包括有时候中毒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这样子 等到一定的程度 当然羽毛小时候长齐了 就没有了哈 走回家 就这样 哎呀 扫就扫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